欧阳伦感到不可思议 自己居然考上了状元 幸福来得太突然 他血压飙升 直接运倒在地 可这还没完 当他醒来 吏不上书却告诉他 他要走大院了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竹叶 人生两大喜事都给他遇上了 原来是皇上的四女儿看上他了 本官问你 你可曾与人订婚 未曾 那就好办 本官再问你 倘若陛下恩准 你可愿做驸马 小生不敢奢望 本官只是问你 是否愿意成为驸马 当然求之不得 好 那就好 貌似欧阳伦双喜临门 殊不知 他吃了大亏 衣锦还乡的他 被大伯一顿狂喷 蠢才 你怎么能答应呢 大伯激动的原因有二 第一 欧阳伦原来是有婚配在身 但他自认为娶了公主 成为皇亲国妻后 便可一步登天 所以才隐瞒婚配实情 对了 咱们跟张家已经定了亲了 定了 可以退吗 那可不行 你说这么多年来 都是张家帮助咱们的 哦 你现在中了状元了 就要退婚 要是让乡亲们知道了 不得说咱们忘恩负义 还得骂你是陈世美 这婚定了是可以退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大伯告诉他 若是身在宋朝 当着成龙快叙世爽 可如今是红五年间 就算是陈世美在世 那他也不会去当这个驸马 谁不知道当今圣上朱元正 对下面的人最为苛刻 别看驸马都尉是正三品 可根本就是一个虚职 没有实权不说 一旦当上驸马都尉 那么他这辈子 就只能是驸马都尉 你做了都尉 那就是一世的都尉 当今皇上对皇亲国戚 立下了规矩 一律不准认实职 你这个正三品 名义上好听 又有何实惠呀 要知道欧阳伦可是全国状元 全国第一 本来的仕途应该是去汉林院修转 在皇上身边干上几年 有了工作经验后 将来晋升到不正时 乃至做到上书也都不是梦 这与驸马都尉相比 简直是活活把状元给糟蹋了 糟了 这可糟了 哎呀 这儿自以为洞悉事事 从来没有注意过皇室的事情 这朝廷怎么能有这样的规定啊 上书大人一提 二船刚就答应了 这个酿成大错了 儿啊 为娘也认为 娶个公主 倒不如娶个庄家户的 闺女比较踏实 哎 这样吧 你跟朝廷那句说说 书梦初醒的欧阳伦懊恼不已 但毁之完毅 之前为了入坠公主府 谎称自己未曾婚配 她若现在反口 这可就是欺君之罪 一想到这些 欧阳伦直接贪坐在椅子上 但大伯的捕刀还在继续 四公主乃是以姑骂皇后的亲生女儿 是朱元璋的新头肉 但今年已二十有五 上代家中定是新高气傲之徒 以后有你受的 就算那个公主长得天仙一般 你也消瘦不起 这又是为何 有句话说 取富得公主 平地生功夫 就是说 取个公主进门 那就是平白生个官府来管你 懂吗 欧阳伦没想到的是 朱元璋真就给了他一次反悔的机会 问他是否真心诚意地愿意做驸马 安庆公主的婚事 一直是老朱心中的一块石头 眼看双方愿意 马不停蹄地举办婚礼 生怕欧阳伦反悔似的 搞得欧阳伦还以为安庆公主四如花 欠罪 欧阳伦可否为欠罪这句盖头 真是 不曾想揭开头盖一看 这安庆公主竟然貌美如画 一时间 这位寒门出身的壮远郎 已经看呆了眼 安庆公主害羞地低下了头 真没想到 千岁如此花容月貌 一轮明月当空照 鸳鸯背里成双眼 进入圣贤模式的欧阳伦不禁感慨 这真是恍若梦中一般 现在有没有觉得 自己是一步登天了 方才真有飘飘欲仙之感 瞧您表面斯文 肚子里面可不斯文 肚子里要那么斯文干什么 便利又看不清 两人正调着情 欧阳伦突然询问起安庆公主 为何她头发如此之香 让她迷恋不已 安庆公主眼珠子转了转 有些紧张地说 只是为了让头发长得好一点 用了些许草要洗发而已 说吧 两人继续没开二度 但是这样的快活日子 仅仅维持到了第二天 白天的安庆公主 完全恢复了以往的娇横跋扈 她警告驸马 无论如何都不准进她的化妆间 这府里有府里的规矩 不比你们乡下 我给你找了一个 有眼力价的仆人 叫周宝 有什么不懂的事情 可以问她 把驸马赶走之后 公主松了一口气 好似她的化妆间 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证明周宝名义上是仆人 但实际上 是公主特意安插在 驸马身边的艰苦 要是驸马大人想上街的话 必须得经过本宫的同意 还有 你要特别注意 要是看出来驸马大人 看上什么别的女人 包括府里的丫头 立刻向我禀报 可越是束缚 驸马越是好奇 她趁安庆公主外出之际 偷偷溜进梳妆房 结果在一个抽屉中 她发现了一顶发套 闻起来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她回忆起那个美妙的夜晚 你头发上还有一种味道 很特别 非常好闻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本宫想让头发长得好一点 所以平常就用了一些草药 安庆公主正在熟睡 与她刚成婚的驸马爷 突然将不怀好意的手伸向公主 在公主头发上轻轻拨弄 接着抓起发尾 用力狂吸一口 公主突然惊醒 驸马爷不敢相信 这个貌美如花的公主 竟然是个徒子 但一入皇家身四海 其实她这个寒门世子可以悔婚的 光阴四溅 一晃已是八年后 朝廷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太子朱镖感染风寒逝世 现在跟在身边辅证的 是朱镖次子朱允文 朱元璋虽有意传位给朱允文 但她却深知 她的几个儿子没几个是福气的 日后她若是嫁和息去 她的孙儿哪有可用的自家人 于是朱元璋想到了 那些无实权的逍遥驸马 倒是驸马当中有些人可以信任 欧阳伦才华出众 或许是一个可用之才吧 第二天的早朝上 底下官员上奏 近来漠北的达达部 经常侵扰边境 百姓们损失惨重 地方派出军队反击 却又一直无法减灭他们 朕去年增派过军队 难道还不足以数位边锤 驻守军队数量尚可 染马匹不足 美京战斗之后 受伤的马匹难以补充 而达弹马匹精良 占有优势 巡查御史禀报 是西藩地区马温横行 影响到了查马护士的生意 市场流通的马匹少之甚少 朝廷自然也无从收购战马 朱元璋就要信以为真实 都御史原青史却有不同看法 他说自己刚从西藩地区回来 那边确实是有瘟疫流行 但还不至于严重到影响查马交易 定是存在某些利益交易 这才导致战马不足 随便路过 便不要信口私皇 皇太孙殿下 已经视察过西藩 你说这些话是何用意 陛下 孙臣已向您禀报 西藩之地确实疫情不解 堪以为忧啊 眼见皇孙都已经开了口 朱元璋不好当场反驳 只是在退朝之后 开始教育起他帝王心术 以后当朝之上 要谨言盛行 不必轻易表示主张 像刚才那样 你已经说了话了 别人就不再方便讲什么了 再者 轻易表示自己的主张 一旦有误 会影响日后的威望 皇孙表示学到了 而在此时 都御使原青史求见 他坚持一见地向朱元璋上奏 眼下臣子不多 朱元璋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相信原青史的怀疑 并表示择日便前往西藩地区视察 喜欢的朋友拜托帮忙关注转发 我在这儿先行拜谢了